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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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的粉絲團 哈囉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跟翠我們來分享的車款 是Honda的CR-V的三代 這台車是2.4升 NA的 然後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今天要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加上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原廠的後面的避震器 這台車CR-V的三代、四代 後上座的部分是要沿用的 後上座其實它也不太會壞 因為它是一個鐵鍵的充壓鍵 然後上方的橡皮 有可能 上方的橡皮會老化 像這個的話 它是原廠的饅頭 它是緩充電 它都已經水解了 浮起來 所以這個也是消耗品 這個的話 KT就都有附新品了 然後它在 右邊 後方的避震器 它有一個固定點 它有一個HID 這台車有配置水平感應的 一個吊架 所以這個位置也很重要 那KT的話也有附 另外再多掛在外面 所以固定點的話 也都有東西可以做鎖附 沒有問題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 彈簧是配置12公斤 有的車友聽到 怎麼會配那麼重 12公斤就嚇一跳了 其實不是 是因為 每一台車它的 底盤結構設計 不太一樣 像如果 這台修理車 它是做拖曳幣的系統 它的彈簧 就不會配到那麼重 它後方的話是多零 而且它的避震器 非常靠近內側支點的位置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長度 是很短的 所以它的行程也短 阻尼 這個阻尼值 原廠就還蠻硬的 所以阻尼自然就做得比較硬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這一個是前面 前面還有Modulo的LOGO 前面還有Modulo的LOGO 前面的話 KD是附一個總層件 上座還有彈簧 統身 所以都是一個總層件 前面的話 是配置200長7公斤 燈籠狀的規格 有問題 有問題 是喔 謝謝 前面是配置 燈籠狀7公斤的規格 然後 這一個 是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仰角調整器 它這裡的話 還有一個ABS感應線的固定的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 也都是跟原廠做一樣的 今天要幫車友改裝的 仰角調整器的品牌 不是KD的 是Summit的 是龍影的 這個也都是 台灣的話 如果做仰角調整器 大概 兩間廠商吧 一個是龍影 另外一間是Harris 乘富 所以兩間的品質 以我們配合來說都不錯 都不錯 好 那我們來介紹後方囉 後方的話 沿用原廠商做裝上去之後的樣子 像這個樣子 它避震器很靠近內側 所以它的長度很短 所以這台車 因為它的長短度的關係 限制住它能夠調整長短的範圍 所以它能調長調短的範圍 會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它調高一公分 它的輪胎這裡會改變的 就會大過於一公分 因為它是很靠近內側的 好 上座 上座藏在這個地方 彈簧在這裡 那它的避震器下部 會有一個 你從這邊好 這邊拍得到嗎 這個固定釣 這個釣架是HID 水平感應的位置 如果後方承載重量 比較重的時候 它會往下沉 那大燈為了避免刺到 對方駕駛的眼睛 所以它會用這個感應車高 大燈的一個位置 所以從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小細節 KT也都有把它做的 專車專用的規格 然後這裡的話是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如果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有很多的車友都知道 為什麼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那我們再講一遍好了 這個是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如果像是休旅車的U6 它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它是拖一幣的 但多靈感的降下來之後 包含最新款的CRV的五代 也都有一樣的狀況 我們後輪的角度 這個叫Camber 這個叫傾角 這個叫投影 這個叫豎角 原廠的話 它這個角度是能調整 但是這個角度的話 沒有辦法調整 可是當車高有降低之後 這個角度它會變得很趴 所以這邊輪胎會摩耗的比較快 這邊摩耗的比較慢 一般的坊間的車友的通稱 就叫吃胎 那像這個輪胎鋁圈很漂亮 這個是20吋的 一條輪胎也不便宜 所以如果我們改裝仰角調整器之後 就能把這個角度 我們把它拉長一點點 做得跟原來車高 還沒有降低時候的角度一樣 就會輪胎摩耗的就會跟 原來車高還沒降低的時候一樣 那很多車友會詢問的一個問題是 改裝避電器 一定要改裝仰角調整器嗎 其實不是 因為原廠的彈簧 也有可能會衰退 有可能會疲乏 車高也有可能會降低 那原廠的避電器車高降低之後 後輪的Camber 也跟改裝避電器一樣 自然Camber會變發 那就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所以是不是 有改裝避電器的話 其實都可以參考看看 裝個仰角調整器 有好嗎 所以這個是不一定要加霜 但是實際上會看 車子在定位機上的 豎腳 傾腳去做改變 但是一旦有改裝之後 不論我們降低的幅度是大過於 短暖化或者是降低的幅度比較大 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能夠調整的範圍太很多 一定都能夠堪用 那有一種狀況是不服使用 也許有可能 羊角調整器是需要定做的 那個是我們玩海拉風 後輪有可能Camber已經大到10度的那一種 那種的話可能 這種羊角調整器就對應不到 所以那個是另當別論的狀況 這個是後輪羊角調整器 跟避震器的介紹 我們換來介紹前面 後面的話 後面的話大概是這樣 這個排氣管的話 剛剛經理也有聽到 這個排氣管的聲浪也還蠻好聽的 好 來 換到前面 前面的話是 上座是在這個地方 HONDA的車系 有一個地方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就是它會做一個維修 維修的孔 CIVIC 8代 9代也都是一樣 它把這個濕蓋把它打開之後 就能很輕易的拆開 避震器上座的螺帽 然後從這個地方 也能夠方便車主 改了避震器之後 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軟硬度了 這顆旋鈕 它是可以拉起來的 那一天有直播 有影片 有側友詢問這樣的問題 這個把它往下壓之後 往順時針 阻鈴就變硬了 往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軟硬度 然後彈簧 這個是休旅車 一般的休旅車 中大型的休旅車 或者是一般轎車的話 我們前面都大概都會配這條彈簧 200長7公斤 然後它是一個燈籠狀的形式 那燈籠狀的形式 跟直捲的乘坐起來的感覺 其實公斤數一樣都是7公斤 可是它因為做了這個形式 所以它的往下壓之後 回彈的力道 會有一部分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會比較舒適 那比較舒適 CRV是休旅車 所以就會比較適合像這樣休旅車 要兼顧到舒適的一個狀況 所以不同的懸吊系統 就會有不同彈簧的配置 那像是在IS系列或者是賓式的 現在最新款的W205 它的前面的話 我們就不會配置 像這樣燈籠狀的彈簧 因為像雙A懸吊的話 它的彈簧原廠也是配直捲的 所以不同的懸吊系統 也不是說這樣的彈簧就比較好 或者是這樣的彈簧就比較不OK 是不同的懸吊就有不同的設定 來適合它 這個都是KT會因為車重也好 懸吊設計也好 或者是車款也好 來做不同的配置 那它的下座的部分 腳管的部分 有油管的固定位置 或者是ABS感應線的兩個固定扣 也或者是這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所以不需要在改裝可調式的離載串 或者是在做其他的修改 就直接可以直上 那車高的調整 前面麥花城的話比較簡單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把它鬆開之後 它的整體長度 如果懸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 如果縮短 車高就變低 今天的車主的話 也要略降一點車高 所以我們現在調到適合的長度 然後後方的話 也有裝上仰角調整器 那如果線上又有剛好是第一次看機理直播的話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會用的裡面所填充的主尼友 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鞋一樣 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尼友 那在油封的話 是使用日本恩歐科的油封 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些的改裝避震器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它拆下來 前面的也是不錯的 也是日本的 Modulo的 Modulo的話可能就沒辦法維修 可是KT 主尼友用那麼好 但久了之後一樣會裂化會衰退 這些日後都是可以拆修的 像剛剛有一個V160的車友來試乘 然後經理也有聊到 我是應該是在業內 最早開始做這個維修這個區塊的 像現在的話 KT 也在台中的南豚 也有維修中心 貝斯的話在高雄也有維修的據點 所以這樣的售後服的話 都是值得正面鼓勵的 KT 我做這個動作 其實很早之前就開始做 所以如果大家選擇V160的時候 後續的維修服務這一點 也建議大家能夠列入選項的一個參考 那KT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光今天工廠裡面就有四位的車主來試乘 包含有一位野馬的車友 剛剛也有試乘的時候 試乘氣壓的就有支付訂金了 那我想說的重點就是 KT 不論在我們北區的經銷商 或者是中區的經銷商 飛魚底盤寄演 甚至是南部的店家 我們都有提供實車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光今天就有四組的客人來試乘 所以很歡迎大家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不只把KT列入比較 我比較建議的是我們把很多的品牌 列入試乘的參考 那車友的話不妨都去試乘看看 那從這些的試乘之後的感覺 找出比較適合自己的再來改裝 這樣的話比較不會踩到雷 那KT的話都有這些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有問題嗎 沒有好 好 那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